记者施小光台北报道,多名你家与我断交,前立委,国民党智库外交及国防组召集人林玉芳今日召开记者会指出,原因是蔡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, 禁音则是行政院长赖清德不断大谈台独,蔡英文总统还称赖奎很诚实,被中国认为两人在唱双簧, 因此让台湾再丢一个邦交国,前外交部长欧洪恋也指出,一切问题在两岸政策,这次多名你家断交再度验证两岸政策高于外交政策, 蔡英文所谓坚实以对等尊严,民主与对岸互动,那蔡英文死报美国大腿,又对等尊严吗? 欧洪恋指出,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提及九月有非洲论坛,这次蔡英文访问非洲友邦史瓦纪兰, 没到布吉纳法所,因此下一个断交国可能会在非洲,另外教廷, 当急迫性超越宗教问题,就会与教廷建交,她并质疑,蔡政府的两岸与外交政策是建筑在两个相信的基础上, 一个是相信对岸不会动武,另一个是相信如果对岸动武,美国一定会来救台湾, 但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,欧洪恋并质疑蔡政府宣称, 不会与中国玩金钱外交的游戏,这是阳光下的最大谎言,难道台湾援助邦交国的不是钱? 谴责人家被利诱也很可笑,自打嘴巴,难道现有邦交国是接受台湾利诱? 各国建交都是基于利益交换的务实做法, 前驻海地大使杨承达也认为,蔡政府争执水稿金钱外交并没有意义, 各国为自身利益天经地义,没有必要以道德性批判其他国家, 而且海地总统传最近即将来台访问,肯定会对台湾有一些要求, 金额肯定也是天文数字,可能会要求提供高额贷款, 他怀疑蔡政府推动的新南向千亿台比贷款额度, 有可能会被移转到这边来,但他担心未来会变成全民的负债, 他个人并不赞成提供大量贷款友邦,因为会有透明度的问题, 他说,政府应该好好跟中国谈,如何把台湾的国际空间做一个处理, 蔡政府争执中国破坏两岸现状,其实没有意义, 林玉芳表示,国民党心里面没有一点点因为多明尼家断交而高兴, 只是担心以后再执政,邦交国已经都被民进党政府断光了, 他强调,中华民国丢掉邦交国,只有台独人士会高兴,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是与中华民国断交,而非与台湾断交, 成立台湾共和国后就可以恢复邦交,这样的思考实在想得太美了, 因此台独与中国是同路人,都要消灭中华民国, 对于外交部长吴钊燮宣称与教廷邦交关系没有问题, 林玉芳说,吴钊燮每次说没问题,都会让他非常担心, 因为这个人就像乌鸦嘴,外行人当外交部长。